9月21日 首届中俄自行车联赛总决赛在华夏冬级黑龙江浮远明江开赛 这也是首届中俄自行车联赛三战中的最后一战 上午10点30分 比赛正式开始 在浮远赛段的比赛为绕圈赛 起点为浮远渔博馆 途经滨江公园 景观大道 再返回渔博馆 单圈距离为7.77公里 选手们在青山避水间展开三战总决赛的最后竞技 虽然在比赛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 依旧抵挡不住参赛选手们的热情 到浮远来很多次了 浮远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整洁的街道 优美的环境 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享受 其实是一种快乐 我当然不太能够观察到这个地方 第一种感觉是很高的 我喜欢这里 它是美丽 精彩 充断 良好的自然生态 独具特色的人文风光 是中国北疆编程浮远 成为四方赛手 榴莲望返的胜地 也是比赛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更给参赛的各位选手留下了深刻印象 赛道非常好 但是沿途非常辛苦 没有来得及欣赏风景 旁边群众呐喊声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借着国家的其实大庆之际 参加这个比赛非常的开心 希望能全民以后带动运身 希望我们这个比赛 能带动全民老百姓的参与来 今天赛道非常冷 对于我们选手也是挺大的挑战 完了在集团中突围也是很不容易 也突了三四回才突出去 这个赛道也是整得非常好 一路车非常 基本上都是美景特别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